Hello 大家好 我是沛蘭 我是Sura 今天我想大家都未必猜到我們拍什麼了 今天坐在這裡其實我們就是拍這個 星期三姐姐假期 有什麼東西 好久沒拍過了 你是不是以為我準備出門後呢 對 今天我就是打算把這個 星期三姐姐假期搬回家 已經是一個外賣片 你錯了 因為我本身看到這間新開的壽司店 無論是它的門面還是它裝東西的外賣盒 或者是它的擺盤都蠻特別和蠻漂亮的 所以我就想拍給大家看 但很無奈地它只是一間外賣店 好得堂食 所以我就買回家跟大家邊吃邊聊天 好 除此之外我還買了蠔、三文魚子和海膽 現在我們就在等外賣 但外賣期間我們做什麼呢 最近我正在用這個APP看Live 你有看過嗎 你上網看看是什麼 上網搜尋是什麼 你除了自己開Live 你也喜歡看Live 它這個APP已經很厲害了 它已經覆蓋了150個國家和地區 它可以即時跟不同地區的人交流 可能這個APP人是講廣東話 這個APP人是講英文、印度、菲律賓、日文、韓文 不是可以即時翻譯嗎 還可以即時翻譯嗎 真的嗎 OMG 然後我打算遲些都可以在這個UPLive開 開Live 因為它有那些美顏功能 會令你很漂亮 然後又不用化妝 等等我先看看這個UPLive 這個UPLive是現在第一大的直播品牌 登陸了香港之後深受用家喜愛 就是這個UPLive的APP 使用的人數升得很快 它剛剛說到覆蓋了150個國家 其實是有1900萬人 它還有這個翻譯功能 就算是很多不同的國家都不會溝通不到 認識多點朋友 對 認識多點朋友 這個也是挺重點 還可以把禮物送給你自己喜歡的主播 表示你對他的喜歡和支持 粉絲和主播可以開一個直播派對 做一個大家庭 可以加幾個人一起進來聊 沒錯 可以加多少個人 最多可以同時有9個人在同一個情況 我們其實可以開 然後加上我們粉絲的小編 可以的 平時最多都是加3個而已 加上自己是4個 現在是有9個 這個多厲害 我覺得其實開直播可以 預娛樂於工作的一件事 也是的 它很貼心的一件事 就是剛剛開始想做這行人 他自己做這件事會尷尬 所以就可以跟別人一起做 對 那你除了可以9個人一起開一個party room之外 除了我和我妹妹兩個人 然後我們可以PK 收斗多禮物 我收斗多禮物 它有很多精美的虛擬禮物 即是我們的battle又要開始 還有很多穿帶式的禮物 不知道是怎樣的 我想像頸鏈一樣 等我遲些開live玩一下 其實它有美顏和特效 你自己一個人開也不會怕尷尬 那些 它還可以提升魅力值 來增加這個分成收入 會不會就是那些鬆鏈 那你的魅力值up了這麼自然 分成就很軟 這個是一個挺好的 找些part time 少許part time錢的方式 又可以認識多些朋友 零用錢 又可以找到零用錢 挺好的 那我們就看著live等東西吃 嘩 嘩 這麼快 到了 這個是 鮑魚嗎 其實這個裡面是有三個bandam的 哇 Oh my god 它這個醬油是噴的 是噴醬的 對 叮叮叮 庚子嘩 這也漂亮 有點圖文不符 它的海膽很多 它應該還有一個大部分 不是啊 這個圖更大 這個會不會最大 Oh my god 是陀螺 開動 這個就是我們這次點的 首先的品牌 你覺得怎樣 entsprechend 漂亮 要試味道才知道 我點了兩個極上盤 然後點了吞拿魚 然後點了清酒蒸鮑魚 這個總共是1222元 那我覺得... OK啊 你去吃那個我媽媽也要吧 那我們現在應該吃什麼 不如試一下清酒鮑魚 起碼是在說的 雜誌味我覺得可以重一點 不過很好吃 因為這個是它的招牌 我看到很多人吃壽司都會吃 吃一下我們自己點的加拿大海膽 我買的自製 自製我媽卡錫 OMG還有這個三文字 噴到一地都是 好開心啊 是不是 嗯... 好溶喔 我們昨天在研究叫什麼的時候 超肚餓 我看到它的拖羅 我快要發瘋了 而且我還傳一個菜單給它 叫它選擇什麼 它說我不選了 我不選了 你選了它 不要再給我看 我想展示給大家看 它這個是醋飯 嗯 黑黑的 噴到整桌子 這個設計好像 知道了我要自製第二塊 我就會加一塊海膽 這是我最愛的三文魚 還有這個 這個就在家裡放Omankase 是嗎 是嗎 是不是真的太好吃了 你看我完全不說話 就知道剛剛那一口 那一口是完全說不出話 我知道 我覺得放肯好像剛剛吃了那兩口 都已經覺得 1200元在那裡 這個更容易 嗯 嗯 等一下我飯給我吃 我吃 我笑死 嗯 這個呢我一感覺到它 應該是那些 很有咬口 那些 怪的 我吃這個 裡面已經包了芥末了 我剛剛吃的那塊是 是倒汁魚 然後我妹吃的那塊呢 是叫做 龍兒島 鑑白鑼 鑑白鑼 這個是 紅本 均布 針鵰 和 我媽的分別呢 嗯 就是 它的飯呢 肯定不會是 有它剛剛出來那一下 那麼好吃 它剛剛出來呢 它是不是硬了 我現在吃 就會吃到飯 硬了 OMG 厚厚的主角來 這次呢就是一個愛爾蘭蠔和歐洲蠔 我本來想吃日本蠔 剛剛我想買的那間就沒有日本蠔 嗯 所以就買了這個 我要加幾粒魚子才行 又加什麼都加 這麼大盤怎麼吃得了 好我吃這個吧 我加一點檸檬 我吃不可以 我吃不可以 哇 好棒啊 真的嗎 我吃蠔呢 我不是很喜歡 有加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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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就是不吃的 我試下一個 Tuna先 Tuna也不錯 你看就知道你吃了給它 是不是 這個是從未露面的杯 我是他家的杯 這個就是 盤一邊的其中一個海膽 首先 其實這家也是叫三文魚子 對 但這種就是我們三部分 是我們三分之一倍 所以我喜歡吃的那些大粒 鼻鼻聲的 所以 我就 在第二種買了 雖然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海膽 但它是有怪味 這個真的有怪味 嗯 怪好吃 這個海膽很滑 很滑 但是你問我嘴巴是你的口味 根本可能是你的口味 吃完好嘛 不是啊 我覺得這個海膽好吃 這個海膽啊 先吃這個吧 不再不吃這個你就會打 我不捨得啊 你只要這裡啊 我不捨得吃啊 怎麼了 嗯 這個豉油好吃啊 突然間有點掉味啊 對啊 以後戴在手袋上 很餓 馬上瘦了 其實我不明白是誰喜歡吃這個蝦 可能好吃 你有沒有看到它有一個賴尿蝦刺 對啊 這個盒本身有的 然後為什麼沒有了 又不是這個啊 變成蝦子嗎 芝麻 鴿花 這飯是什麼 發現生太綠 怎麼知道不能吃的 好腥 好腥啊 我吃不吃了這個 昆布來的你是不是吃光狗 真的 真的OK 你遮到這樣 都霉了 讓人遮啊 算了 吃了都不知道的了 都放在後面一樣 是不是啊 有點像那個海藻 Muji那個 嗯 昆布了 對 這個蝦肉不怕很乾 蝦很爽啊 不霉當然不霉 而且很厚肉 嗯 OKOK OK 我看你這個經常去蝦吃的 有優惠啊 那個老闆很好啊 他很喜歡我們 然後有時候會送東西吃給我們 有時候我去吃呢 本身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有點貴 然後他賺著點 然後有時候沒得貨給我 真的半價了 是啊 他要去那個蝦蝦很划算 然後我不敢去啦 尷尬啊 好 接拍的時間 有請大食男 姐 先睡一會 打算有個包辦 做多東西 那你先走吧 忘記再跟大家說一下 吃這間店的一些感覺 感受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OK的 我覺得是OK的 那些魚是新鮮的 而且是有心絲在裡面的 它是一間自己送外賣的店 路程也有點軟的 加上是一些繁忙時段送過來 所以可能會導致它的飯有點硬 當然沒有馬上吃那麼好吃 所以建議如果大家真的想 以最新鮮的狀態吃 你可以站在門口吃 或者自己買 不要叫它送 自己買馬上回家 馬上吃 或者在車上吃 這樣就是最新鮮的 反正它是噴噴的 噢啊 真香 你不用油到醬油 油到芥末 你本身有芥末在手上 然後你就 還有我們剛剛才噴的東西都是錯的 因為你噴不中的 它會噴到處都是 所以直接噴到口上 這樣就可以很方便吃 還有記得登上UpLive來直播 到時可能會跟妹妹PK 或者跟你們一起開大Party 互動聊聊天 到時記得加上我和妹妹的UpLive帳 記得送禮物給我們 記得要心心火箭大炮 不知道有沒有這些 鏡影耳環 手飾 謝謝 好啦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如果有什麼想要我外賣試吃 就在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